它是一只湛匠 后被人称红牙黄 从孵化开始 六十多天的生长 它已经体格健壮 在熟悉的玉米地 它撒着花儿地唱着歌 希望得到异性同类的青睐 不料却闯入到 断须青大头的领地 断须是青大头上一场战斗胜利的代价 面对红牙黄这个不速之客 断须青大头直接进行武力驱逐 红牙黄成了这片领地的主人 成王败寇 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眼最后红牙黄 盯牙黄 再加強等盆 第几个 我卖五四个 小圣子 肯定有个 pairing 盯牙黄 哎哟 我点olen 事情又给亚 needed 我嫻 胡亂要 做ri tasty 我爱你 哎呀我呀 又瘦了 再瘦了 多少 二十块钱 这薛薛要二十块钱要少了 这个薛薛质量不错的 现在因为你们都不懂 是吧 好多好吃点都卖不错 我那个给给你个满意的价格 好不好 现在来就一份 给你三百块钱 这薛薛质量不错 好吗 简陋呢 这个东西不要经常去干 而且也不 更不能应该以这个简陋为荣 历秋 明阳黑风口 这里是中国最大规模的蟋蟀交易市场 自发行程 一年一度 绵延十多公里 像候鸟一样的十万收虫大军 来自全国各地 我南军 我杂沙地 我南军 香酥长生 这个地方是我们根据地 在这里 每天都有数万只蟋蟀背井离乡 像红牙黄一样被选中 成为未来的决斗士 他们要么一战成名 要么伤残败退 甚至战死沙场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派将大将去参加比赛 和你去派一群小兵子去参加比赛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呢 所有的挽养蟋蟀的人 都是在追求的是什么呢 圣域 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 他的出将的概率是多少呢 没有超过10%的 斗蟋蟀是中国一项历史久远的民俗活动 无论贫富贵贱 都能够同台对弈 李金盛 从小玩养斗蟋 曾经独身艺人 勇闯豪强林立的上海斗场 凭借一条金被子连客禁地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收虫人一样 都会来到宁阳 在老乡家里租住一段时间 敦点收虫 他天天收了一个呢 三千的 贵人一万多了 几千块 一主要一块就是一万 老老年很厉害 那好地 蟋蟀在未解虫家心灵的同时 也增加了当地人的经济收入 冥阳县 现有人口八十一万 每到重继 有将近二十万人从事与蟋蟀相关的产业 近些年统计数据显示 因蟋蟀吸引来的资金每年大约三个多亿 在宁阳 专门捕捉蟋蟀的人被称为鞘子手 这个称呼因其使用工具而得名 一个出色的鞘子手 一个虫挤下来 赚上几万块钱不成问题 随着蟋蟀时节的来临 大规模弱虫脱壳 李金生也遇见了不少品相好的蟋蟀 但是最令他欣慰的 还是从小孟瑶手中收来的这只红牙蟒 我感觉这个牙更好 它的牙色配这张皮非常适宜 这可以叫红牙蟒了吗 红牙蟒是定而无疑的 那这条处够将军纪远 降配吧 降配 古浦云 七分虫 三分羊 现代虫家却在对虫性深度认知的前提下 提出了三分虫 七分羊的新观念 但凡行家 喂养蟋蟀的配食大都各有招数 各自配方 养虫人也大都讳莫如深 在饲养方面 李金盛也有自己的独道秘籍 在一个月后的全国蟋蟀大赛上证明这一点 李金盛会成功吗 在吉南 李金盛把在宁阳收到的二百条虫子 都安放在俱乐部的虫房里 自己也住在这儿和学生一起喂养 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 红牙黄对罐里的生活很满意 渐渐长大 他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甚至可以歌唱一宿都不觉得累 必须让他叫 要不然蟋蟀怎么去锻炼 他的鸣叫就是一种身体的一种 锻炼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半个月的精心喂养 红牙黄已经鹤立鸡群 他的宅邪豪华气派 李金盛把浙元爱将 安置在一只珍藏多年的老罐里 多年用红茶涮洗滋养 早已退去了火气 红牙黄的大腿粗壮起来 柏梗也越来越恐无有力 但衣食无忧的日子 却让他变得慵懒 李金盛看在眼里 他开始给红牙黄上手段 强光与深水是红牙黄最不喜欢的 他不想忍受 试图逃跑 但这都无济于事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 他必须改变自己 为成为一只战将而努力 白鹿时节 红牙黄突发异常 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双翅摩擦的鸣叫 有时低回有时狂野 他的后腹部还生出一个白色的鳞子 林子是红牙黄作为熊虫成熟象征的精子包 李金盛知道 过三尾的时候到了 慈禧都生长有三条尾峰 成熟后的熊蜥需要通过交配 让慈禧把林子提出 这个过程也被崇家们俗称为过色 李金盛显然知道红牙黄这个时候的心思 他特地安排了一只身材修长的慈禧 来和红牙黄不期而遇 红牙黄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他使劲鸣叫来讨好对方 期待一番琴瑟和弦 白鹿到来 新赛季开始 李金盛的蟋蟀俱乐部 准备为全国大赛选将了 开斗前为提升斗性 要统一过三围 然后集中卫时统一称重 就像拳击比赛一样 斗膝比赛的规则之一 就是按照体重捉队厮杀 进行淘汰 六八有吗 六七 六七 看一下蟋子 极男虫家习惯用鲤来作为蟋蟀体重的计量单位 配对中 经常难以找到完全相同体重的蟋蟀 因此上下两个鲤马被认为是在合理范围 有时候为了防止轮空 在较轻重煮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以以小博大 六九七零七三 可以 可以可以 李金盛爽快应战 虽然心疼 但为了考察红牙黄的实力 必须要让它首次出击 便欲强敌 草师利用纤细的茜草 来刺激蟋蟀的口牙尾翅 让蟋蟀误以为是对手的挑衅 从而斗志昂扬 七里三的红牙黄 对手是七里七的白牙青 俱乐部焦点之战开始了 红牙黄精神抖擞 个头虽小 却一副将军气派 不料刚一交口 就被对手猛的一口甩了出去 他一头撞在斗台上 一下子蒙住了 打脚打点操 四 李金盛的心揪紧了 比赛规则 斗西如果在落下风时 裁判会给予五秒的独秒机会 如果在五秒内草师能够用茜草引得蟋蟀继续张牙 静斗则继续 超过五秒将进入一分钟倒计时 有牙则继续 无牙算失败 有牙 十五秒 得多了 十五秒 六秒 资草 交口 第二个回合 红牙黄不敢轻敌 他接连出击 白牙青进入了倒计时 十五秒 来来来 请个名字就叫老牙 别的什么都没长得这样 立正 五 四 三 二 一 胆脚 相辅乐处 红牙黄一战成名 他被选将出征 大赛前一天 六支代表队全部到期 传统规则 各队斗西到达后 先由本队人员 将豆西挪到供养罐里进行供养 供养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 防止有人私底下在蟋蟀身上或者食物上做手脚 2013济南三剑杯全国蟋蟀邀请赛 看步 谁也没有料到小组赛第一轮 东道主济南队就先失一局 上海队拿下一城 开局失利 打乱了济南队的部署 李金盛只好待红牙黄提前出战 对手 对手同样也是一只威风凛凛的战将虎珀青 是红牙黄的宁阳老乡 李金盛的茜草细密结实地撩拨在红牙黄的齿须上 判断一只斗西的战力 强劲的大腿 壮硕的脖梗 咬合力强的牙齿 都是重要的参照标准 但战斗的韧劲和技巧更为重要 红牙黄卖个破绽 一口咬下了虎珀青的肚子 更使虎珀青血流如注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轻易认输 我们这个虫子碰到任何一条 不是济南这条黄虫 赢的面应该都在90%以上 对战斗中受伤的爱将 人们还没有救治的好办法 当天晚上 明阳队大将虎珀青 牺牲在公养房内 小组赛结果 明阳队和北京队惨遭淘汰 天津 济南 苏州 上海四强进入半决赛 交叉对决 两场比赛打下来 我认为我们是冠军 说实话 能够进入复赛 我是已经很满意了 有这个信心打到一二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 不能暴露 半决赛和决赛 采用七场四胜制规则 苏州队是传统的江南强队 队中不仅有江南西帅名家 萧州先生坐镇之道 而且更有江南第一草师 场上领草 曲曲的每一个动态 都是在我脑子里面 都是在我心里看的 我跟他跟曲曲的这个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两个虫子 在打的四军力队的时候 我心里也在交集 打打打 如果把他打出去了以后 我心里就马上松一口气 天津队四胜两下一平 取得决赛权 苏州队三胜四胜 济南队胜 决赛在即 天津队选将异常谨慎 李金胜也再次来到公养房 他给红牙黄带来了 那只修长的瓷蟋蟀 恶战之前 红牙黄需要爱人的抚慰 去操 颠峰对决 济南队先发制人 派出两员前面没出战过的蟋蟀 连下两城 不料 李金胜的担心还是应验了 第二次出战的三员大将 纷纷败北 天津队逆势反击 连胜三局 两个城市确实有历史渊源 在民国时期 济南的大养家孟养轩就住在天津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好多天津朋友到济南来 求济南朋友能够支援喜帅 现在两个城市的朋友聚在一起 在济南队成功扳回议局后 红牙黄出场了 他的对手是出自宁金的利壳子 两牙橡胶 顶着一口咬死琥珀青的盛名 红牙黄却被大块头利壳子迅速逼到了死角 慢热的性格再次让他付出了代价 利壳子凭借超强的体力 把红牙黄稳稳地压到身下 这是一场古今罕见的大熬战 十分钟 红牙黄仰面朝天 拼死不详 中国的历代虫家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 窦西具备了一个男人最高贵的品格 宋代文好黄庭坚 把他盖过成蟋蟀的武德 名不诗实 信也 欲敌必斗 勇也 伤重不详 忠也 败则不明 支持也 寒则归于 实实物也 我们不可能上去厮杀 但是我们的虫 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 以及它的厮杀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倔强 这个东西可能是人很神往的一种东西 它非常悲壮 它很苍凉 但是在它的鼎盛期或者是在它薄杀那一刻 光采重力 它可能让你记得一生 红牙黄终于等来了机会 它趁立刻自疲劳之际 一口咬向了它的肚子 立刻自疼得迅速跳开 红牙黄终于 红牙黄翻过身来 太重了 十五秒 单轿 上升 落双 济南胜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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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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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别提别提 这个是个有点 不错 不错 李金生用一个全国冠军 证明了自己选虫眼光和训养方法的先进 红牙黄连战风吼 他被参赛虫家们一致推荐 列入全国蟋蟀名谱 双将时节 红牙黄已是暮年 李金生与之惺惺相惜 情感上依赖生命的感慨 斗场的搏杀 源自自然回归自然 李金生虽然不舍 但又期待着来年的循环 我们下期见